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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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有聲音 好 好 我們這個專案主題叫Dragon C++ Web Framework 但就跟上一個講者介紹的專案很像 那它就是一個網頁框架 大家可以用來寫網頁 結構跟就跟大家很熟悉的Node.js很相似 那不過為什麼是Dragon呢 它是一個超高速的網頁框架 那目前在網頁速度benchmark裡面排大概第三名 那我們也支援幾乎所有的作業系統 那唯一比我們兩個更快的YamaTaoJaba Yama就是功能比我們少 所以他們開了很瘋狂很瘋狂 然後很不切實際的優化 那或是功能比我們少 所以他們的overhead就比較低 那有多快呢 我們之前Internal實際測過 我們可以跑到1秒15k request的一個core上面 那我自己的目標就是 我們當用這個框架寫網頁的時候 你可以一口氣撐住10萬個使用者 然後你不需要任何的scaling 一台機器就把它撐下去 這是我自己的目標 那再來介紹一下我是誰 我叫張安邦 或是大家可以叫我Marty 或Hayes 或是Marty885 我現在在新創公司擔任C++ 跟GPU Developer 不過都跟這個網頁框架沒有關係 那我自己是C++的工程 所以我現在就在讀C++的標準規範 所以如果有C++問題也都可以問我 那當然的我是Dragon的維護者 那我自己的side project都是Dragon寫的 就自己用自己的程式碼 那就知道自己程式出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解決 那這次我當然想說大家都看到說 哇這個東西這麼快 那程式碼一定很難寫吧 並沒有 因為這個框架目前大概是四到五個人在維護的 所以我們有很多小問題 我們自己沒有時間解決 那所以這次專案我就提了大概三個小問題 那第一個是我們LoadingSSL憑證上去的時候 當我們Loading失敗的時候 他不會告訴你哪個檔案爆掉 他只會跟你說對不起SSL不存在 然後炸給你看 二是我們在SSLName Matching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C++ RegEx 然後那個東西慢 比打開PHP做完RegEx 再把PHP關掉還要慢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修好 那最後是Http Request Compression 這個就比較難一點 因為你要牽扯到 你要偵測到Compression 然後解壓縮 先兩個我倒是覺得相當簡單 相信大家如果在大學有學過一點C++ 應該都寫得出來 那當然我也希望這次活動可以對新手 所以我們會幫你加環境 然後我們會協助你一起發PR做Code Review 那第一個很簡單就是SSL錯誤訊息 因為看到沒有檔案 他自己告訴你爆掉 第二個是Name Matching C++的RegEx真的超級無敵慢 唯一為什麼那個東西還在那裡的原因 是因為很少人用我們的Http Client 所以對他真的很慢 那結論說寫吧 這個其實很簡單 那不用擔心有Security Issue 因為我們會幫你做Review 然後Request Compression 相信大家都知道 來挑戰吧 如果大家對C++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找我 那如果覺得這太簡單 我們還有非常非常多難題 謝謝 那感謝